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说结论 测试版本虽然存在一些问题 但核心的换装加开放世界做得不错 哪怕不了解暖暖系列的新玩家 只要对服装搭配感兴趣 无限暖暖很大概率会让你玩得开心 本次测试使用PC版本 进入游戏首先扑面而来的是显卡的香气 主要场景无论远近都做得很漂亮精致 而且在环境层次和视觉引导方面下了功夫 例如 这里走出虚张区域后 不但有美景 还能一眼看到要去的主城镇 主角暖暖本人的建模就更加精致 跑图时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在换装界面放大仔细看 你甚至可以看出不同服装的布料质感的差异 衣服种类则是覆盖古今中外 从萨爽武侠风到华丽公主群一英俱全 甚至还有钓鱼佬最爱的钓鱼套装 单品的搭配也有不少的选择 主打一个应有尽有 这是我们随手拍的几张图 摄影模式细致的调节功能发挥优秀 仔细调整能更加出品 那么 代价是什么呢 打开画面最好的光追模式 我们的4070也没能稳住30帧每秒 不愧是虚幻5 只能说想拍出顶级的画面就得配上顶级的设备 那怎么跟真实摄影越来越像啊 总之希望正式版本能再优化一波 说了这么多 游戏的开放世界到底怎么玩 一言蔽之 有点塞尔达矿野之息的味道 哎 你先别急 游戏真请了野炊的策划 富永剑太狼主导设计 你需要在大地图上解开各种谜题 挑战大型关卡 玩各种支线任务和小游戏 甚至可以玩BMI 还有部分玩法内容和材料 只有在特定昼夜或天气条件下才会出现 排列组合之下 哪怕测试版只有一个城镇 内容量也还是挺大的 如果游戏以后能把系列七大国的各种城镇都做出来 我都不敢想象会有多夸张 那么此时有朋友要问了 你这和换装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要说到探索的具体手段 游戏版暖暖的探索能力和服装直接绑定 更换套装就能执行相应技能 基本能力有短暂漂浮和攻击等等 还有专门用来收集的技能 例如抓虫和钓鱼 主线剧情也有针对特定机关的套装 有玩时得不断地切换轮盘换装 视觉新鲜感拉满 操作嘛 也没有听起来繁琐 就是测试版这个换装动画嘛 希望正式版过渡得更加自然一些 在此之上 游戏还有一个核心玩法 搭配师决斗 走在路上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位野生的搭配师 你可以跟他进行不用赌上性命也不黑暗的决斗 根据决斗要求的主题 搭配服装 比拼得分 主要以数值作为评判标准 得仔细考虑服装的风格标签和属性标签做选择 前期服装少嘛 难免会为了数值弄出奇怪的搭配 随着流程的推进就能配出数值报表 审美也在线的套装啦 这些套装除了主线解锁 基本靠服装店买成品和扭蛋机抽设计图 设计图的衣服得消耗材料之作 这就扣回到了开放世界探索 形成了换装加开放世界探索的闭环 看到这里 敏锐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 暖暖仔一直在跳 没错 游戏绝大多数玩法的底子是平台跳跃 不过不用担心 游戏的平台保护相当友好 只要膝盖到了 角色就会自动爬上平台 当然也不能因此就乱跳 还是会有不少跳牙时刻的 战斗部分也极其友好 本身就不难 而且暖暖还有一套蓝色衣服 可以二断跳 这就是能力 引导方面就更不用担心了 非常保姆机 上手零门槛 主打一个生怕你不会玩 总的来说 无限暖暖这次测试给我的印象是惊喜 它算是证明了 换装加开放世界不只是个噱头 对于喜欢服装搭配的玩家来说 无限暖暖是一种让人很想试试的全新体验 对于陪伴暖暖系列一路走来的老玩家们来说 可能还有一层欣慰 系列核心玩法可以和开放世界融合 让无论是暖暖本身 还是整个世界观 都更加亲切沉浸 这其中提供的情绪价值 是难以用分数衡量的 诚然 本次测试版本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优化 但整体展现出的面貌已经比较成熟了 最主要的几个方面都做对了 接下来就看未来的正式版在内容和运营上 能否保持这份惊喜了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后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未来第一时间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